大家好,我是水木工作室连开尾 这里是每天10分钟轻松学科家乐 中级课程 初级的工具课我们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讲中级课程 效果图还原 这个是效果图的链接 全景图的链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方案 是我们工作室梦娜设计师 做了一个减欧的风格 这个方案是公开可复制的 然后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视频的话 就是这个原文件的话 大家可以去复制一下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次课程的简介 课程的目标是快思用库家乐 还原出整套的设计图纸 试用的人群 有一定的设计基础可以熟练使用库家乐工具 就是库家乐的基础工具的设计师 课程的特点是真实真实案列分析 还原制作 这里面我会讲一下客户的前期要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全景图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全景图 它的几个点啊 首先这边 玄关的地方的两个柜子是定制的 用全无定制工具定制的 这边也是啊 这边一个食材做的一个柜子啊 是用墙面工具去做的 我们进入它的方案来看一下啊 这个方案的户型 它是一个圆弧形的 一个整个一个圆弧形的窗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难点 我们先看这个客餐厅 这个规则 是一个全无定制做的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重点要讲的 这个地方 我们放大一点 这个地方也是啊 它用一个墙面工具去做的 然后上面的吊顶 我们看一下厨房 厨房也是全部是用定制 全无定制做的 多功能室 多功能室的柜子都是 这是扩押了现有的模型啊 看看阳台 这个地方应该也是用用的现有的模型做的 老人房 老人房 老人房来看一下啊 这个柜子也是全无定制柜做的 怎么区分这个柜是不是全无定制呢 你就把属于点上有一个进入全无定制的 它是全无定制柜 我看看主卧 这个是不如是的衣柜 也是全无定制工具做的 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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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地方 有点问题 这个砖的高度它没有做到统一的 这个地方 阳台 好我们先来看看业主的要求 这个是业主提提供的一个平面图 这是设计师做的一个平面图 我们看业主提供的 这是业主提供的一个平面图 我们等一下放尺寸的话就用这个来放 这个地方是业主的调查表 所有红色的地方都是业主需要增加的空间 增加的空间 然后采光 八台玄关 这是业主的要求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它要的风格是欧式的 然后前色明亮的颜色 然后鞋柜衣柜 要求二级掉顶 然后砖是拨画砖 这些是他买的一些家具的尺寸 提供的一些尺寸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 严格的按照这个尺寸来做 收房的要求 这个业主是很心细的一个人 就是把他所有的要求全部填得很细 好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照片 这些主要提供的现场照片 我们从这里给大家看啊 阳台的啊 主卧阳台 这是主卧的 然后我们看 这是卫生间的 下水 然后这个地方是马桶 这个业主家它不是下城市的 所以说这个马桶放的时候 不能随意的去挪动它 这是马桶的坑具 这个地方是凉 这个地方是凉 我们做掉点的时候要考虑到 这个地方是飘窗 这个地方是凉 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个凉 一定要问这个业主啊 就是你们做了这个设计的时候 如果不是和业主同城的话 没有办法去他现场凉房 我们一定要需要有这个凉的图 因为凉是不能改变的 改动的 我们一定要考虑掉点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强烈箱 我们看看这一个 这是所有的管道的 阳台洗衣机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放空调外机的 空调设备的 这个应该是阳台洗衣机的 这个应该是阳台洗衣机的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这个是业主提供的一个彩色的平面图 彩色的平面图 这个就是卧室的凉 这个就是卧室的凉 卧室的凉 下水啊 主要是看看厨房和卫生间的下水 所有的下水版啊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课程怎么讲 我们是按照他这个图1比1的比例去给他还原 然后我们的课程是按照空间来讲 我们先做就是卧室 然后先做卧室 先做主卧 儿童房 老人房 卧室做完 或者说也可以先从客厅啊 但是我们就先从卧室开始做 卧室做完 最后做客厅 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空间 我们尽量一个空间 一节课或两节课的时间 来讲一个空间 这节课 这节课主要是一个总体的课程报的介绍 然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实际的去操作 先从户型图开始操作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